家人们好,今天我做了一锅麻酱烧饼,外酥梨软,加上芝麻酱的香味,太香了,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里加入300克面粉,加入3克酵母粉,搅拌均匀 加入200毫升清水,搅成絮状 搅匀以后,下手揉成团 刚开始揉会有一点粘手,可以带一次性手套防粘 移到硅胶垫上,像搓衣服一样,反复推拉揉搓 揉至面团光滑细腻就可以了 盖好,醒10分钟 接下来调个麻酱,碗中加入40克芝麻酱 20克食用油 6克老抽 5克胶盐,搅拌均匀 调成这样的麻酱汁,为用 10分钟以后,咱们开始做饼 这个面不用等它发酵 在硅胶垫上多撒一层干面粉防粘 然后放上面团,表面也撒一层干面粉 先用手按扁 再擀成T形的大面片 这个面需要一边撑一边卷 擀成T形,更好卷制 擀好以后,淋上芝麻酱 用刮板刮匀 搭一层干面粉 从顶部一边撑薄一边卷起来 整理一下,让它粗细均匀 切成T形的小面积 取一个面积,用视频中的手法整理成圆形 先沾一层清水 再沾一层芝麻 用手拍去多余的芝麻 最后按顺序擀成小圆饼就可以了 两面都要擀 这样层次更加均匀 电饼称预热,刷宽油 放入饼皮 表面也刷一层油 盖上盖子中火烙饼 烙至底部定型上色,翻个面 烙至另一面上色,再次翻面 烙至两面焦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 简单做个汤 锅里水烧开,下入鸡脯丸 加入适量盐 再次煮开后,继续煮3-5分钟 煮至丸子全部飘起变大 关火,加入葱花,香菜 再来一点香油就可以了 鸡脯丸比较鲜,别的什么料都不用加了 做好的麻酱烧饼,放上3-5分钟会变得非常酥 看一下这个酥脆程度 这样做的麻酱烧饼,外酥离软,凉了也不会硬 掰开看一下里面,层层裹满了麻酱,越嚼越香 只需饧面10分钟,简单又方便 下班回到家,现做都来得及 喜欢的朋友收藏试作吧 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